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看到標題跟封面的人應該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那就是我的帳號的交易功能被鎖啦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今天上線之後就莫名其妙看到這個標題說什麼 該帳號限制道具和封面移動 請知認真信箱了解詳情並點多克服東西 蛤這什麼鬼東西 然後上网上巴他稍微查了一下就發現 受害者不少耶 就是只要有人經過拍賣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你只要買到贓物 這贓物不論是可能Bug製造出來 還是說可能人家被盜 然後把他身上都被賣掉 然後那個人就是可能會經過克服去把他的東西認定為贓物之類的 反正就是你只要不小心買到贓物 你的帳號就會被暫時線的鎖著 那真的是大大的困擾啊 怎麼說呢 第一我不能出租輪迴了 我不能出租燃燒了 啊該死 第二咧 你完全不能賣東西 你不能買 咦可以買嗎 好不能買 不能買不能賣 對 把我買的要死 啊這 哭死啊 就是 喔真的很麻煩 對那 後來知道之後 稍微上巴爬文了一下 大家的講法就是說 你就是去只能跟客服聯絡 請客服設法幫你解鎖 對那 我 費盡千辛萬苦 總算聯絡到了客服 那客服人員那邊是講說 近兩個月內 有一個波賽頓文森 是贓物 對那 那一天的話就突然的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說 喔 我是不是應該要錄影保個險 對正常來講我現在進行現金交易不論是走八五還是走其他管道 我一定都會錄影 對但是封閉的話 我就不會特別去錄 那那一天就是突然看到有人開廣 對賣了一個很便宜的波賽頓文森 對然後在交易的時候就覺得 嗯 我是不是應該錄影一下勒保個險好了 結果 就真的出事情了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總之就是告誡一下大家 買東西的時候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真的是謹慎謹慎再謹慎 凡是做任何交易的時候都必須 對於結個圖 剛開始被盜的時候我還以為是 因為我最近是有買一些分身裝 對這個 我在之後等我弄完之後 我也是會拍一個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就是幫我的分身大改造這樣子 我想說 不是阿 這些裝這價格也很合理阿 這說真的要自己弄的話 其實成本一定會更低 就只是花點時間而已 怎麼可能會用這種價錢買到張物 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結果後來去我已經是9月5號的事情了 距離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 對然後就突然的爆發了 對就在我們的Mayday的這個期間內爆發 我真的是 遇哭不累 對只好很慶幸 只是很慶幸不是在昨天發生阿 昨天真的是做了好幾筆生意了 對那明天會是美容day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在明天之內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對我 不然我真的很 很苦 苦阿 欸 完全什麼事都不能做你知道 就只能打打打打 那接接每日而已 然後包包滿的鑰匙什麼事都不能做 對 還好我密閥滿了阿 不然密閥關就不能領阿 對阿 也不知道東西那麼用耶 我風放可以洗嗎 最近也在洗一些裝備 風放可以洗嗎 風放還可以洗 還洗就還好 對但是 我可以打怪嗎 我還沒試過呢 稍微測試一下 我可以打怪嗎 我可以撿東西嗎 我打到封閉是能撿的嗎 這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 你知道嗎 不然還可以用 對 打怪 有經驗 好還在動 好還可以撿錢 好那就 還行啦還行啦 對還可以自己稍微練個等阿 對阿 最近就是 時間交錯 嗯 246姊妹Day 135練等 對 問題比較大的就是 交易的方面阿 像其實 今天 早上 在我還沒登風鼓之前 對 85又有一筆生意 對 那 對方是講今天下午3點要交易 搞得出我就不能交易啦 阿 真的是 頭痛耶 好吧 那這個影片就算是一個比較臨時的一個意外小插曲 那也就是跟大家稍微的叮嚀一下 買東西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對一定要幫自己準備好後錄 一定要記得切記要截圖錄影存好存滿 對 那就是這樣子了 希望我可以早日解鎖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的收看 拜拜